行政院会通过了民法修正案 新增议定监护制度 未来当事人在意思能力健全的时候 可以先和受任人来约定 等受到监护宣告时 让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 而这样的心智同性伴侣也适用 当民众丧失行为能力 无法进行意思表达时 能否指定配偶或亲人以外的人选 来担任监护人 在进行法规中并没有明定 但行政院会27号通过民法修正草案 新增议定监护制度 有别于以往 有法院选定监护人 议定监护制度是在当事人 还有意思能力的时候 就和受任人签订契约 不限于配偶或四亲等内的亲属 这一些范围 指定未来丧失的行为能力之后 由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 社府团体认为 说法确实可以为还没有失职的人 提供更多的保障 但未来 还有失职者申请监护的时程过长 等三关议题需要讨论 另外法务部表示 这是因应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 要尊重个人意愿 建立更完善的监护制度 同时也因为指定人选不限于范围 所以同性伴侣也适用 对于同性伴侣也是他选项的一部分 因为这样 他的受任人不限制 并不是说完全不限制 假如他选的是一个阿里不达的 那这个人的法院可能可以把 这个是一个好的修法方向 可以解决的其实这就是 伴侣关系中很小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像是职场上的劳动权益 这些等等 或比如说继承等等 这些其实都还是必须要靠婚姻平权的修法 才能够达到 同志团体认为议定监护是好方向 但同性伴侣的其他权益 还需要更健全的法律规范 至于指定了监护人之后 如果受任者有不利于本人 或不适任的状况时 法院也可以予以解任 传案后续将送立院来审议 继承权益朋友组台北报道 有一位十岁的小女孩 奇奇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在手术之后 没能熬过难关 离开了世界 不过她用最爱的恐龙 画了一组赖的贴图 将所得扣除成本之后 都捐给了心脏病儿童基金会 可爱的恐龙道生早安 这组奇奇的恐龙奇想世界赖贴图 上家不久就冲上赖原创贴图冠军 作者奇奇今年刚满十岁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从小就喜欢画恐龙 希望能和恐龙一样勇敢 不过最后一次动手术 因为病况复杂 让她来不及长大 包括这最后一次 总共是四次的心脏的手术 那当然其中有好几次 是用性导管的方法来 比如说她有狭窄 如果没有办法用性导管 把她打通的话 她需要再开一次导 所以有好几次事实上 是用内科的方法 让她继续撑下去 奇奇这个十岁小女孩 会受到注意 是因为接生她的台大妇产科 医师施警中 将她的故事打成文章 感动许多网友 包括她和医疗团队在内 都形容奇奇是一个 勇敢又坚强的女孩 她知道很多事 可是她不会很轻易的 就是说让你察觉到 她非常的焦虑 或者说我想也是 害怕增加我们 或者说家属的 爸爸妈妈的一些心理压力 所以我只能说 我可能也许还没办法 踏取到内心的深处 但是我已经充分感受到 她的一些特殊的人格特质 陈俊安表示 先天性心脏病 在台湾相当常见 全台一年约有两千六百位 先天性心脏病的小朋友 有三百位情况比较复杂 如果没有开刀治疗 可能会丧命 其中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来不及长大 奇奇父母决定将赖贴图 所得扣除成本后 全数捐给心脏病儿童基金会 为奇奇留下一份送给 全台心脏病童的礼物 记者综合报道 9月23号是世界首语日 同时9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也是世界龙人周 而今年的主题是 使用首语 人人参与 要持续提高对首语的认识 加强首语地位 我们一起来看看 各地的庆祝活动 世界各地的龙人 比出世界首语日快乐 去年12月 联合国会员大会正式通过 9月23号是世界首语日 欢庆第一个世界首语日 WFD世界龙人联合会 将今年的主题定为 使用首语 人人参与 我们的目标是持续推广首语 让所有人知道她的重要性 天生听不到的小女孩 虽然在家庭教师的教导下 学会了首语 却面临入学之后 没有首语环境支持的困境 中华民国龙人协会 在世界首语日 播放去年奥斯卡 最佳实境短片奖 《沉默的孩子》 等三部以听障儿童教育 为主轴的影片 邀请龙人和有听障 小孩的家庭 一起来观赏以及分享 我希望重要的是要有无障碍环境 让听人容忍沟通顺畅 不能以听人霸权禁止 首语使用 另外台湾首语翻译协会 也在脸书上发布影片 龙翻译推动小组的成员们 比出首语对他们的帮助 首语让我能说出心里的话 首语帮助我和龙朋友聊天沟通 国内外的龙人用不同的形式 来响应923世界首语日 希望有更多人认识首语 使用首语 记者综合报道 而可能有观众朋友还记得一部美国电影 《悲怜上帝的女儿》 这是电影史上第一次由龙人来登岗女主角 果多剧场把这一出戏带到了舞台上 把剧名翻译为 悲怜刺神的儿女 找来了龙人主播王小叔来登岗女主角 而演出前 演员们也特地跟台北起冲学校的听障生们 一起来分享戏剧 两个人的手掌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来移动 透过无声的信任游戏 果头剧场 悲怜刺神的儿女 演员们与台北起冲学校 一群受过戏剧训练的听障生一起互动 听障小演员 对同样是听障者的王小叔和东明相 充满了好奇 我听不到 你怎么演戏啊 我怎么演戏的呢 我不是用耳朵去听声音 而是我用眼睛去看声音 像是曲哥 我们两个人在对戏 他的表情露出愤怒的样子 我马上就知道他在生气 我讲话跟你们一样不清楚 我要讲办法把话讲得清清实实 让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听懂 这是我的功课 我心里会比较害怕 但小 然后听了他们的分享 然后我希望我像他们一样 可以学习很非常多 果头剧场今年十月底将推出改编字 剧作家马克麦道夫的知名剧作 是以龙人学校为背景的舞台剧 悲悯刺神的儿女 剧作家希望这出戏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制作 都可以用真正的龙人来演出 所以这出戏也特地找了首次挑战舞台剧的 王小叔和东明相 而在剧中饰演老师的金钟奖影帝曲中恒 在剧中不只要说话 还要一边比首语是极大的挑战 这出戏有三分之一的台词是首语 演出时全程都会有字幕 十月底开始将在台中 新北以及高雄巡回演出 希望观众可以真正打开所有的感官 去感受龙人的世界 记者综合报导